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而言 你要是想长个儿的话 这只是相对而言 没有绝对的 你可以懂得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平时多拉伸 但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有的人他就是高 他天天熬夜就是高 对不对 有的人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他就是矮的 今天这个成分很大 而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上天注定了 基因有的时候都不做数 有的时候你懂得父母都1米6 然后儿子1米9 你懂得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父母很高 然后呢 这个孩子就特别矮 这个你说不好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你多祈祷 感谢上帝 然后呢 而且这个身高呢 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有人说这个有各种科学 科学因素在里面 实际上也确实有科学因素在里面 但是呢 你懂得 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我以前有一个这个小小伙伴 我们这个一起上初三的时候 所有人都1米68 1米67 1米65 然后呢 一个夏天三个月一过去 那个人1米9 我们还1米7 crazy 对不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管自己身高怎么样 你就能做你自己该做的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拉伸 然后呢 你也不要管自己长不长 长不长 你就拿你现在已有的 你就继续做就行了 然后呢 希望你长到 懂得 长到1米7 1米8 1米9 2米 来 下个问题 我想知道怎么控球才有节奏 运球运动机有没有好 可是我没进销盾 我把他们杀咬 怎么运 增强运球节奏 首先呢 你这个进销盾呢 跟你有没有运球节奏是完全没关系的 就关系不大 不能说完全没关系 运球节奏呢 是篮球中的一部分 你进销盾上的教练看的是你的这个实质表现 你能不能把球弄 你能不能防守 能不能去做一些 能不能跑战术 能不能抢篮板 运球节奏呢 是另一回事 运球节奏是一个加分的使用 它不是一个本身烤圈里的内容 那么呢 怎么加上运球节奏呢 你就要学会这个变速 运球你伸直慢慢的 伸直直呢 你就变快 要有这种就是时漫时快的感觉 然后你平时都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当然欢迎你购买瓦达的计划 然后里面计划里有很多就是 几乎是我用了最牛逼的招数里面都有 然后你把这些招数都练好了 你就牛逼了 下个问题 好哥在家里怎么练球 那么呢 在家里呢 其实说实话 在家里这个能做的时间还是非常多的 以前呢 我也是就是你懂的 在家里会练球感 比如说你做一些球操啊 对不对 你平时那个 你运不了球 你就这样拍球 或者或者大球 你就玩球 对不对 朋友在家里 然后呢 如果你能运的话 邻居不会来敲敛家门 的话 你可以去在家里做一座这个原地运球 对不对 除此之外 你可以做一些这个 火撑啊 羊毛起坐啊 体重啊 这些 然后拉伸啊 强化你的身体素质 这些都是可以在家里做的内容 然后从事呢 还要研究 就是被很多人忽视的 就是你的脑子 你的脑子平时要多这个 多想问题 多想象自己以后再球场 你会跟你说 你的脑子是最牛逼的东西 也许你什么都不干 但是呢 你只要脑子里想 你就 你就就是 你就能做的更多 比如说呢 你懂得 比如说你这个很多人 他为什么能做到他这个今后能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之前想到自己能做的事情 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想象力 你的想象力 你要想象自己是可比 你要想象自己是挑战 你要想象自己 你想把效果打好 或者你把你想以后把其他比赛打好 你在把这个比赛打好之前 你脑子里现在想象到 你先做的事情 比如说有时候这就 这个呢 就来自于一个两个字 就是冥想 你平时在家里 你平时在家里 没事的时候 你都想了像自己 以后牛逼的瞬间 想象自己决杀 想象自己拿三十分 想象这个观众呀 想象你的朋友 都觉得你巨牛逼 然后呢 与此同时 你再付出努力 你就会 真正的就是 事半功倍 看下一个问题 好哥 为什么打球 打一下就很累了 感觉腰酸 没什么力气打 很想让你运车思路 这哥们问了好多 我们等等等等 我们就前面就不回答了 因为他是昨天才开始问 就回答昨天那个问题 好哥 江山大鱼头 忘记自己会的招数怎么办 打球有点僵硬要怎么办 你忘记自己这个 会的招数呢 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就是 就是说明你的招数都 不是特别成熟 你的招数成熟了以后 你不会问这种问题 招数成熟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就是 你根本不需要想自己 要用什么招数 自然而然就做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球场上 我去做一套动作 我很少会就是 专门的去 这个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做某个动作去盖你 然后我就用这个动作去盖你 真正打高水平比赛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就想起什么就是什么 自然而然的 我就把我的这个 随机的把我会的动作 就用出来了 这叫这 你当你到达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说明你的这些动作是真正的 是会了 真正的成熟了 那么你现在会问这样的问题 就说明你的动作还没有成熟 然而你会 你需要会的动作其实呢 也不需要很多 你真相打比赛的时候 你就会三到五个动作 OK了 打球要有点僵硬怎么办呢 打球要有点僵硬怎么办呢 打球要有点僵硬呢 这个呢实际上呢 就扯到一些就是个人的球感问题 个人球感问题呢 你可以后天培养 可以后天加以训练 但是呢球感 我也虽然也不喜欢成了这个事情 但是球感说实话 很大一部分因素 其中呢是包括先天因素 为什么有的黑人这个打球 练的也不是特别多 但就是协调 为什么呢因为天赋 包括这个 不止是黑人跟黄人之间有区别 黄人和黄人 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也有区别 比如说你说天赋好的 你有的人天赋就是好 有的人天赋就是没有 有的人天赋好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个人人设的问题 但是呢 无论怎么样呢 你要是想提高呢 抛开这些天赋 抛开这些鬼扯 你要想提高的话 你就自己多练 多练运球 多练基本功 基本功好 自然而然很多就是动作呀 你就做都会做 然后呢 多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里对很多动作 也有很多这个讲解 比如说crossover啊 脚步怎么做啊 多看视频 自己多分析自己多练 然后呢 最后呢 欢迎你多买我的 然后去论计划 计划里呢 对很多动作都有这个 视频演示 还有这个文本小建议 然后你把这些动作都学会的话 你就牛逼了 下个问题 祝好哥早日康复冲回赛场 把对手全部都AA过掉 谢谢你 来 继续 好哥 怎么转球 转球我跟你说 还真不会 好哥 怎么大鹏展翅 我大鹏展翅 你就忽视忽视翅膀 你就赢了 下手哥 为什么练了很久 运球 总是打不 总是打不到那种球 一直在手里的感觉 一到实战的时候 朋友打的时候 就容易被断 被断 首先呢 你练了很久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觉得自己练了一个月 就算是练了很久 有的人觉得自己练了三个月 就算是很久 有人觉得自己练了半年 就算是很久 有的人觉得自己练了一年 就算是很久了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 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 你真正牛逼的人 就练五年 练十年练二十年 练三十年 对不对 这是一个持续恒的事情 你真正练运球 肩天练 如果你是按照 就是我的训练计划那样的方法 天天练的话 两到三个月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长进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之前说我的训练和比赛 和训练和实战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相似程度 你不能训练是一个状态 比赛是另一个状态 如果你训练是很垮的状态的话 你最便就是走模式的话 你实战一来了 你照样不赢 你训练得是完完全全的去模拟实战 训练甚至比实战更加辛苦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要觉得自己练了半年 觉得自己练了几个月 觉得自己练了很久了 你真正你看那些大师 你等得 你等得 你真正看那种大师 他是练了很久的 你看那些大神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呢 他就是本身天赋好 比如说有的是天赋好 就是什么情况 就比如说大多数人需要练两年的这个 达到的一个程度 他花大概五个月就能达到那个程度了 这是有天赋 还有种呢 就是真的是练的很多的人 练很多人可能 天天练 天天 每天练八个小时 对不对 然后呢 持续好几个月 持续一年两年的时间 特别特别高 所以呢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就练的已经很多了 比你练的多的人大有人在大有人在 好哥有没有练单手抓球的方法 你单手抓球呢 单手抓球呢 其实就是一个是手的大小 还有一个是手的力量 你懂得 嗯 练 单手抓球 其实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单手抓球 你就做 你就做就行了 你可能你就尝试去单手 你可能抓不了 但是你就 每天你就尝试去抓 尝试抓抓抓 然后呢 有一天你就可以了 一定要尝试去抓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平时可以练一练手掌的一样 比如说什么握力器啊 对不对 你手掌强大了以后 你就牛逼了 还有就是那小臂 小臂手掌 然后呢 你就抓了 然后就抓球 那其实呢 有时候也是看技巧的 你就在那个篮球缝上 对不对 还有就是看 你看球 有的球它就是粘 有时候一粘就粘在手上 所以 看情况 但是就练 你可以先从小厨抓起 然后今天就试着抓 能抓多久抓多久 然后就 没事就抓 然后你就毁了 大哥能不能教一些打野球 防止被垫脚的一些技巧 其实你看看 所有的这些问题呢 我之前都是出过视频的 当你被垫脚的时候 垫脚也是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动作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滑脚 他就是会 这个自然而然的垫脚 那么防垫脚呢 个人的建议就是 你就顺着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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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例的 你脚就不会出事 你顶着就是摔一脚 摔一脚 如果你会摔的话 就没事 对吧 然后平时呢 感养点的身体素质 你身体素质牛逼的话 你就不肯说什么的 一定要加上身体素质 为什么詹姆斯现在 这个34了 3334还能打得这么牛逼 你天天健身啊 天天训练啊 对吧 威少为什么 他摔的脚还能天天打 前段时间我看威少摔的脚 我以为 他打不了了嘛 我以为他一直休息了 结果一看他数据 还常常还在打 身体素质 其实很多时候呢 你就发现这身体素质 其实就是硬脑力 身体素质能解决的东西太多了 来下个问题